假期天氣真的很糟糕 顧我帶大家去跑一跑 Let's go So, this is Rob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購買球鞋的途徑 其實在這時代呢 在互聯網購買球鞋 已經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在我看來 如果想要完整的購買體驗的話呢 還是需要去到實體店 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去一下 我們有開的一間鞋店 我會把它的信息 放在螢幕下方和簡介欄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鞋店呢 附近有很多球鞋 還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服飾 以及草野玩物 可以看到很多新鮮的東西 還可以跟牌盤交流一下 最近的購買心得 以及現在的球鞋走勢 如果你們也想看 那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跟牌一起聊聊天 如果你習慣是在線上購買球鞋 那更多的是一個搜尋信息的過程 那如果在線下店購買的話呢 我們更多的是一個接收信息的過程 讓即使你會無意中發現更多新的資訊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過程 我自己在逛的時候呢 你看到很多非常不錯的鞋管 有些比較硬的 比較hype的鞋管呢 還有更多時間就比較冷 還是容易撞回來 購買球鞋呢 還是十分希望大家能臨自消費 不要能夠 在你對於一本鞋的了解 還僅停留在影片的階段 我建議你如果真的有興趣 幫你收穩更多的話 還是能夠去線下店 體驗的效果更好 讓你實際接觸過 感受過這雙鞋之後 這樣得到的購物體驗 是十分完整的 比起你在線上的二級市場交易 會來的更加有溫度 現在球鞋二級市場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 懂得自然懂 希望大家理智玩鞋 不要被球鞋玩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你覺得這些內容還不錯 以後想看更多的話呢 也可以在評論區留言點贊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跟分享更多人看 那我們下次見吧 就不知不知道 因為今天要打印了 你看看 不用多人看 然後看 一看 解明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